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857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俄罗斯方面,比尔格罗德在遭空袭 乌军的米格29战斗机向比尔格罗德的俄罗斯阵地 投掷了法国ASM-250锤子精确制导炸弹 战果相当不错,由当地人拍摄的视频可见 米格29地空飞行头戴 足见比尔格罗德的防空系统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回到乌克兰战场 昨日,俄军又一架苏-25被乌克兰国民卫队击落了 自今年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打下超过30架俄军战机 包括9架苏-25,一架苏-57,两架米格31,13架苏-34 一架苏-35,一架苏-3YS,两架A-50预警机 一架伊尔22M-11空中指挥机 一架图2M-3轰炸机,巴布特前线 防卫查索夫亚尔的乌军第24旅报告称 过去48小时,俄军派出空降军 特战部队和风暴危赶死队 一边从正面冲锋突击,一边侧翼突击 试图在运河以西建立桥头堡 但最后都被击推 与此同时,查索夫亚尔继续遭到俄军的猛烈轰炸 这座原有一点4万名居民的城市 多数地方的房屋都已被摧毁了 当地人在一处建筑的墙上写了一句 谢谢你俄罗斯,你毁了我的生活 哈尔科夫前线俄罗斯第83空降旅 经过三中的代价高昂的战斗后 已从沃夫恰克退了 俄罗斯的角落机战术导致军队伤亡惨重 2024年5月,俄军每天损失超过1000名士兵受伤或死亡 克里米亚方向 有消息称,俄罗斯刚刚部署到 塞瓦斯托贝尔的S500防空系统的雷达被摧毁了 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世界上的争取 S500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2022年6月首次部署 被视为防御北约对莫斯科和圣美德堡核打击的最强武器 普京曾经表示这套防空系统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对手 在简中网内S500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说什么可以吊打萨德 不仅可以打飞机导弹 还可以打近空飞行器 攻击卫星 F35在S500面前都要瑟瑟发抖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个星期,武军发射四枚导弹 袭击塞瓦斯托贝尔 S500没能成功的拦截哪怕其中之一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昨天,在地内波罗 一栋九层建筑因俄罗斯联邦的袭击而受损 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伤 四层被摧毁 伤者中包括一名七个月大的婴儿 几位住在那里的年轻人 因为去看电影躲过一劫 同样是昨天俄罗斯军队 耗击了赫尔松州 新奥列克桑德里列夫卡村的一些民房 一名五十八岁的妇女在自己家中被击中身亡 一名七十岁的当地妇女也受了伤 芬兰总统批准对乌克兰的第二十四项军事援助 价值1.59亿元 自俄罗斯入侵以来 芬兰的国防装备援助总额达到22亿元 在第一场电视辩论中 特朗普表示 他不接受普京提出的急速战争的条件 其中包括俄罗斯保留领土 主张和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而拜登总统警告说 普京寻求重建苏联 这事我就不在这评论了 有时间写个专题 前CIA主任彼得雷乌斯将军表示 俄罗斯对乌韩的入侵的对与错 是我们一生中所见最清晰的一件事 他也说 从2014年就看出来了 俄罗斯的胃口越来越大 如果现在不制止他 美国又会像二战一样 在欧洲亚洲开辟两个战场 冯莱恩获得了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尽管他必须在预计于下月举行的投票中 赢得欧洲议会720名成员的多数票 但外界普遍认为 他的连任没有多少悬念 在此之前 爱沙尼亚总理卡加·卡拉斯 确认接替约瑟夫·布雷尔 掌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在欧盟峰会就最高职位做出决定后 克里门公认为 俄罗斯与欧盟的外交关系前景黯淡 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批评塔亚·卡拉斯是恐恶症 并指责冯莱不支持关系正常化 他说的或许没有错 但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一个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 世界第一的俄罗斯 本可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但他们却仍然对土地充满了渴望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乌克兰总统赞兰斯基追授笔战沙罗伯夫为乌克兰英雄 拉布罗夫是一位科学家 原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 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战争爆发之后 他立即回来加入军队 并在一次掩护部队从包围圈中撤离时 阵亡牺牲 人民公普党党魁人民代表 乌莱尔朱利亚克在宪法日向乌克兰人民发表讲话时说道 每个人都是主权的持有者和唯一的权力来源 这一载入我们的宪法 人权是最大的价值 我们必须共同的保护他们 这就是像萨罗伯夫这样的精英 志愿参加战斗的原因 一个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国家 的确值得你用生命去捍卫他 俄罗斯已经深陷在乌克兰战场 可谓是进退两难 已经很难从乌克兰战场的泥潭中走出来了 有没有可能在战场翻盘呢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这场战争 双方的战争目的都没有达到 短期不可能结束 普京现在不敢把部队撤回去 撤回去两年的账损失和战死的士兵 没法和国内交代 而乌克兰有守土之责 在没有收复所有失地之前 也不可能停止这场战争 因此俄乌双方都在这场 至军立即的战争中不断的消耗对方 在这场战争之初 普京本以为一小时22分钟 就可以速通基辅控制乌克兰 抓住或者杀死 再重新扶起一个轻俄的乌克兰新政府 可惜事与万维啊 欧美想都想不到普京会全面出兵乌克兰 也没有想到泽连斯基没有跑 更带领的乌克兰军民进行了殊死抗战 欧美人看到乌克兰没有被俄军打败 而是被乌军用肩扛火箭弹顽强阻击俄军 在几乎外围两个多月 最终撤回军队 之后形成俄军占领乌东四周 与乌军形成长期对峙消耗的局面 欧美在看到乌克兰顽强扛住了这场战争之后啊 知道了有利可图了 瞬间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不断的给乌克兰过时的武器装备啊 再配置一些弹药 就可以让乌克兰在乌东战场持续消耗俄军 而且俄军还找不到撤回去的借口 像海马斯火箭都是90年代的过时武器了 给乌克兰几套就可以啊 把俄军打得节节败退 援助乌克兰几套 俄罗斯空天军就不敢随意的靠近乌克兰领空 援助一些风暴阴影的消耗导弹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被乌军消耗殆尽 欧洲还制定了援乌的十年计划 帮助乌克兰有力量与俄罗斯长期的消下去 把俄罗斯阻挡在欧洲的安全屏障之外 直至俄罗斯实力被进一步的被消耗 前不久荷兰外交大臣公开说 荷兰明年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欧元的援助 你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 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 前几日英国再次给予乌克兰前所未有的援助 英国首相12日突访基辅 苏纳克给乌克兰带来了一份价值2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还承诺英国将在未来十年对乌克兰 给予安全支持 目前俄欧双方在战场呈现相互消耗的胶着态势 双方目前打的都异常的艰难 因此这样战争短期内已经不可能结束了 就看哪方可以撑到最后了 之前有个战争规律 但凡久拖不绝的战争 占领军大概率会失败和撤军告终 无一例外 比如之前的美军从越南撤军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打了八年了 伊拉克也只能从伊朗撤军 俄乌战争的最终去 俄乌战争的最终走向会如何 将交给时间来验证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生实辱不意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们 请随意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